1 等于是我们进阶课的第...上次第六、第七 就是今天在下个礼拜二等于课程就结束了 其实时间还蛮快的 然后,当然我们所有历来讲到的东西 全部都在这边清单里面 所以,总共total的话,这个清单会有8乘2 16次,16个清单在这边 所以,假如说你前面部分的脚还是有点不太熟悉 或者是...就是...忘了差不多 你可以再复习一下 因为像这种东西,其实一定要非常的熟练 另外还有一点,即便你在熟练还是会忘记 所以尽量还是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范例库 就是你可以把之前做过的 假设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效果出来 你可以将来可以整理出一套 你已经做完了 所以你之前练习的也许 你可以在类似像我放在云端上面的东西一样 也许你可以建一个资料 像我习惯就是... 把那个什么... 把资料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回去的话 假如要复习,前面在云端白板上面 都有每一个... 这个... 每一次上课的相关的程式 都在上面 OK 那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 这一次我们下礼拜要交作业 所以呢,也许你也可以类似啦 就是... 像我这种整理的方法 然后你可以把它贴到你的那个... 也许你的云端上面嘛 那将来你要交交追 甚至你可以交交一个连结给我也可以啦 有没有,比如说像上面啊 这个... 第一个单元 你如果要跟我共用的话 这边比较共用 你把它共用给我也可以啊 有没有 那我打开之后的话 那你比如这个可以取得连结嘛 把这个连结复制一下 这样我可以收到了 那另外甚至呢 我是建议啊 像我的习惯 你会把它po到那个部落格上面 有没有 教学部落格 那也是可以让别人可以... 很方便的去看到我的东西 好,然后呢 甚至我会录一些影片 也可以把影片放上去 直接放在部落格上面 好,那这个好处的话就是... 将来人家... 只要看到的话 甚至我还蛮贴心的 至少在每一个文章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太喜欢看文章 字太多 我都尽量字少打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 不喜欢看很多字 所以我字尽量少打 而且如果有打很多字 我上面甚至还用红色的... 有没有 让他加深他的那个... 知道说他的... 应该... 重点摆在哪边 主要是针对现在人的习惯 那为什么,因为你主要能够让人家愿意说呢 看到你的文章的时候 能够多停几秒钟 多停几分钟 甚至愿意再来... 甚至把你的部落格加到他的最爱 那相对的 你被看到的机会也就越大 那以... 这个其实就是Google 搜寻为什么能够排在前面的原因的 也就是说 你... 如果我说呢 能够... 把这相关的积分提高 有没有 他将来搜寻的排行就一直往前的 OK 所以... 我不知道那一天 我要自己搜寻一下 那个观念吴老师 有没有 好像我又排在第一个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其实当然了 我在想说 对方也有可能有一种方法 就是他买广告 大量的找... 就是... 就是找那种广... 但是他可能 付了一段时间的费用 对不对 那这个费用付了之后 他可能... 下一个时间他没有付 那也许啦 那没有付的话就不会再被显示 不会再被显示 就没有广告效益了 那自然而然 慢慢就会又打回原型了 慢慢又退 那我是完全没有买广告 所以我是真材实料的 那... 当然了自然而然 又会回到原来 因为我发现蛮多人会特别是 为了排行的顺序去买广告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啦 不过我是建议以后你可以尝试 这个也不可能说短时间的 因为像这种东西可能要花蛮多的力气 最后才有办法被看到 所以... 像这种东西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 那... 也许请贵... 就是说之后教的作业能够... 嗯... 当然越丰富越好了 OK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就是... 在那个... 上次礼拜二部分 其实啊 讲的东西不太多 主要是针对那个... 我们的证照考试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课程规划里面就是希望... 把两张证... 这两张证照纳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 那当然是希望说第一个... 可以... 那个证照考试可以是你们练... 练习的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范例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之后... 练习... 到一定程度 想要去拿证照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 的一个方向 因为毕竟啦 我觉得... 再怎么样多一张证照 应该也不会被嫌弃吧 尤其是你有拍成... 拍成证照的话 应该不会有人说... 你干嘛没事去考证照 我想应该比较没有人... 当然... 也会有一些酸民啦 那你就... 当成没听到就好了 对不对 比如说... 那考证要怎么用 那你会回答... 那你去考一张... 给我看看吧 OK 如果你考... 考得够的话呢 那当然你讲的话 我就完全庆服 如果你一张都没有 你讲那些酸言酸语 我觉得... 我都听听就算了 那很多会酸言酸语的... 你问他... 他大概一张都没有 一张都没有的... 蛮多的 如果他已经考了很多张之后 他告诉你说... 我觉得考证照没有用... 或许... 真的... 考证照是没有用的... OK... 不过啦... 当然我觉得... 这种东西... 最重要是那个过程... 你愿意做这件事情... 你愿意到考场... 然后把所有题目都准备得非常充分... 坐在那个考场上面... 没有任何参考... 只有四题... 你愿意把那个过程全部走完... 然后而且把... 那个分数都及格通过的话... 我觉得这个过程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我觉得这也是... 值得... 这个态度啦... 基本上... 应该... 如果啦... 我是面试官的话... 我觉得...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被肯定的吧... 对... 没有人说... 你那么认真干嘛... 对不对... 当然... 所以请各位就是... 也许... 可以... 稍微思考一下... 后面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也许第一类... 后面还有105啦... 不过105就是Seqlite... Seqlite之前我们也有做... 有带过... 所以呢... 105请各位自行再试试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讲... 讲一下那个第二类的部分...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 开启那个第二类... 那第二类的话... 201这一题... 主要是做什么... 搜寻那个呢... 某一个网页... 它某一个关键字... 出现了次数就好了... OK... 次数哦... 那或者是说... 将来啦... 你想要找那个... 某个网页里面... 有某... 有没有某些关键字... 可以帮我把那个资料提取回来... 比如说像现在... 有一些公司是专门怎么样... 专门去... 建立... 所谓的那个什么... 电话的那个... 通讯的那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的话呢... 甚至有在卖的... 用一笔一笔多少钱在卖的... 比如说它卖给某些单位... 那有时候常常要打电话嘛... 比如说像补习班嘛... 不是要找学生嘛... 你会发现... 那电话其实都还蛮精确的... 那他从哪边去抓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哦... 有的时候... 他也可以从网路上去爬嘛... 比如说有东西... 刚好呢... 网路上有... 他就把他爬下来... 有... 有... 人民有电话... 他把资料爬下来...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用人工的方式啊... 就复制贴... 但问题太浪费时间... 如果说有一整个学校... 刚好他有公布一些东西... 那你可以把他爬下来的话... 那这要怎么把他快速爬下来... 或者甚至如果你要记广告EDM... 那你要记对的人嘛... 那你要怎么... 比如说像有些网页上面... 有留一些email信箱... 或者有的时候啦... 有些时候有些单位... 他们把云端的资料公布了... 那问题他忘了把权限锁起来... 你如果要把他快速抓下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用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做... 不是用复制贴上的...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跟这一题有点类似... 里面有一个模组... 叫RE的模组... 这个RE模组里面的话... 有一个方法... 一样叫Find O... Find底线 O... 跟那个BeautifulScore很像... 所以第一个像这一题... 我如果想要知道... 某一个网页... 哪个网页... 这边有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 实际上是... TQC官网... 他为了给将来考试... 可以方便连结... 所以他把这个资料... 把他们自己的网页... 放到一个Sample的网... 所以上面都没有... 图失效是正常的啦... 有些图失效... 然后他希望说... 告诉我这个网页里面... 有出现几次... 什么关键字呢... TQC加... TQC Plus... 这个关键字... 那当然不是叫你慢慢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那请各位告诉我答案哦... 用什么方法... OK... 当然啦... 他有标准答案... 不过我是建议啦... 你在... 练习的时候... 可以先不要想答案... 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去try try看... 所以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一步很简单嘛... 首先第一个... 你需要什么... 把这个程式怎么样... 把它... 它的原始码抓下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Request... 有没有... Request的... 这个模组... Gate方法... 有没有... Gate把它什么... 整个网页Gate下来... 第二步的话当然啦... 如果用Beautiful Super可不可以... 不过我建议跟各位讲... Beautiful Super主要针对的嘛... 针对网页里面的标签... 里面的资料... 但是问题啊... 我们现在不是... 要找标签... 而是要找这个网页的关键字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啊... 你可能要... 再学另外一个模组... 叫做Re的这个模组... OK... 那Re这个模组的话... 它叫什么... 这个模组主要是针对... 如果你的... 文字资料... 所以要喂给它一个文字资料... 里面呢... 假设有一个Find All的... 有一个Find All的方法... 如果你要... 文字给它... 你要找什么关键字... 它会把你... 它找到的东西... 全部帮你把它找回来... 那你只要计算呢... 它出现的次数... 这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你们可以... 那你不用急着要看答案了... 答案的话在... 这个云端上面... 一样是... 试题的解答程式... 里面的话... 的第一几页呢... 这边... 应该是下面这边... 这里就有了... OK... 第十页的地方... 不过呢... 在讲这个之前... 因为里面的话... 会用到一个叫Re的一个模组... 那这个Re模组里面... 最重要是用到它一个... Find All的方法... OK... 不过这个Find All跟... 那个Beautiful Swift的... Find All不一样的地方是... Beautiful Swift有多个底线... Find 底线 All... 那Re没有底线...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不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Re的话... 它其实... 上面我有一个说明... 这个Re部分的话... 要怎么样去找... 这个... 其实有个专有的... 这个... Re这个模组呢... 它主要是... 针对... 所谓的正规的表示法... 去帮你找到你要的资讯... OK... 那这个正规表示法... 要怎么找到资料... 请各位稍微把... 第二类... 201的... 题目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 最后当然它是需要... 输入什么... TQC Plus... 它帮你找到呢... 总共几次哦... 所以我把那个... 结果先秀一下... 你就会看一下... 如果... 做完的话... 其实程式不多... 大概就这讲... 去... request... 把那个... 资料抓下来... 然后呢... 再用RE去找... 里面的... 资料的次数哦... 所以... 请输入预搜寻的字串... 针对那个网页... 那我就输入... TQC加... Enter... 它要出现... 就是说... TQC加... 搜寻成功... 出现次数... 23次...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先稍微把题目了解...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到... 这个还蛮好用啦... 以后如果针对的... 就是网页上面... 你要找... 某些网页... 或者某一个网站... 那某个网站... 当然就不是... 只是单一... 单一页... 就很多页里面... 你要把所有... 出现次数... 统统加在一起... 其实这个也可以拿来做什么... 网路声量... 比如说哪个关键字... 谁... 哪个人的名字... 在所有... 这些的... 常... 像一些PTT... 或者是D卡... 等等的这些网站... 到底哪一个人的... 声量比较高... 那声量比较高... 除了... 因为持这个比较... 量... 至少可以是... 可以评估的吧... 你可以吧... 利用类似的方法... 把它出现... 在某一些PTT上面好了... 谁出现的次数比较高... 对不对... 或者D卡出现... 当然不同的... 年龄层有不同的趋势啦... 不过如果数量多的... 我想应该... 可能会相对的会... 声量是比较高的啦... 好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看一下... 201集部分... 到这边... 谢谢大家